莫学有一个看法 婚 结婚的婚 婚字本字没有男女结婚的思想 而是说明男人要娶婚的女人 才能安定幸福 那不婚的女人太刚强了 再有矛盾 打架 离婚 一位女强人婚姻多数不美满 不幸福 请问这样对吗 这个解释要以说文解字 古时候这个造字它有用意 所以中国的文字是一个智慧的符号 让你看到这个符号提高解决性 不是叫你结婚一定要娶一个婚头婚脑的女人 谁愿意干那聪明的女人 没有人敢要了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婚的时候它是提醒你 你成立家庭依旧不婚 不迷 这就对了 用意在此地 并不是叫你不结婚 不是叫你威惧结婚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个意思 时时刻刻提醒 不迷 不迷念语 这个男女之爱 这就对了 所以要晓得 这个婚姻呢 是人伦的大死 不是小死 不是小死 古时候对结婚的时候非常慎重 为什么要结婚 所以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了 这是一个生命的沉船 宗族的沉船 用意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能够错会的意思 你这个解释是你的看法 你这个看法 我想 这个 能接受的人不多 啊 啊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